大家好,我是小高 今年我计划买一辆摩托车 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拍视频 现在不拍一个 这辆车是昨天我去仁河 王妖树那里买回来的 是前江贝奈利150 街上款 说一下买它之前 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预算是在八千 一万左右 我们转了很多家的店 有本田的林木的 亚马哈的很多车 最后我们逛了一圈 只选中两辆车 一辆是他的大哥 就是贝奈利的奥林 一辆就是这个新款的 幼林 在同样的价格 我来说那辆250 对我来说更好 不论是它大一个型号 动力大一点 它的稳定性也会提高很多 但是呢 买东西终究是看大家的看法 我们农村人来说 买一辆二手车 心里总是有个机会 我自己来说 我年轻人嘛 没有这个 只要车况够好 我是接受的 但是呢 妈妈他们就不太喜欢了 如果我买那辆250回来 妈妈估计可能会伤心 爸爸的话就不好说了 还有 那辆林木160 好久林木160 那辆是一万三 多出三千元 可能的话我是买 增加三千元买那辆 但是呢 多出的预算始终是多出的 那些多出的我可以用在家里其他地方 那些多出的我可以用在家里其他地方 我们必须自己 精打细算的 将每一笔资金用在合适的地方 所以呢我就选了它 这个 我对选车的要求 就有几个 40到80公里平稳 平顺 动力足就行 噪音不要太大 发动机要平顺 其他呢操控好 就没什么 说了这么多 否则自己的 还有这个 我想吐槽的是 它的坐垫太硬了 非常的硬 现在按的话是软了 但你等你坐上去 它就是硬的 这点呢很不好 其他呢还行 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能跑多少 昨天我回来 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大公路上 跑了一下 在100公里的时候 它发动机还是挺平顺的 不太暴躁 这呢就是达到我的要求 在自己的预算内 这辆是我自己挑中 喜欢的 还有辆本田CB190 那辆和这辆对比 大家可能觉得 才多6000元 你狠狠心 但是 对我家里的经济情况来说 6000元 我可以用在家里 其他更合适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农村来说 6000元可以干很多的事 我不会为了内 内心一下子的新养 而去 用掉这一笔钱 这笔钱 我觉得 我要用在家里更合适的地方 买东西 看大家想法 更是看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 我最终选择了这一辆 昨天开下来呢 其他的还没 除了多点 硬以外 其他的动力 操控都可以 最后我们 在我家的院子里 骑一转 骑一圈 今天视频就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给小高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小高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给小高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